美方称中方将政府利益置于个人人权至上 这完全是偷换概念 中国以人权利益为中心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维护的是最广大人民的人权 而美国一些政客则是以党派政治利益为中心 根本不在乎普通民众的死活 美方口口声声说重视个人人权和自由 那么请问 当美国无端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 造成几十万人死亡 无数人妻离子善 流离失所的时候 他们关心过这些国家的人民的个人的人权和自由吗 当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发达 最富有 医疗条件最先进的国家 将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 任由五十多万美国人民失去宝贵的生命 数千万人失去医疗保险 六分之一美国人 四分之一美国的儿童 面临饥饿威胁的时候 他们关心过美国人民的个人人权和自由吗 当美方纵容 种族歧视言论散播 放任警察对有色人种暴力执法 眼睁睁地看着弗洛伊德们无法呼吸 看着亚裔被歧视 被攻击 甚至被杀害的时候 他们关心过这些 饱受系统性种族歧视和仇恨犯罪之苦的人民的个人 人权和自由吗 当美国枪支泛滥问题 久突不绝 一年超过四万一千五百余人死于枪击的时候 他们关心过这些受害者的个人 人权和自由吗 人权不是口号 更不是用来向别国施压的工具 应该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行动上 人是人权之本 人民的利益是人权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 将增加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作为人权的根本追求和国家治理的终极目标 我们提前十年 完成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评目标 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覆盖近14亿全体人民 不仅提高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还确保人人有房住 人人有学上 人人有医疗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全力捍卫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 率先控制住了疫情 而且还开展了新中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全球紧急人道行动 两天前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 通过了中国提交的 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 呼吁各国坚持多边主义 在人权领域开展建设性对话与合作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想这充分表明了国际社会 和世界人民的普遍的愿望和正义的呼声 我们也注意到 今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审议美国国别人权报告的时候 有110多个国家对美国的人权问题提出了批评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几十个特别报告员 多次批评美国国内存在的贫困 歧视少数人群体等问题 我们希望美方以及他的几个西方的盟友 能够摒弃虚伪傲慢和双重标准 正视自身的人权问题 采取切实行动改善和保障人权 中方愿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 与各国就人权问题开展对话 交流渐渐 共同进步 进步 公主 太